永远会被传统文化的魅力惊艳到 有多少人是因为陈丽君这一笑 走进了乐剧的这扇大门 没看到毛老师指导前 君君的这个动作封顶了 看到毛老师之后感叹 不愧是演过东方不败的女人 这一刻魅眼如丝秋波如水 突然变得巨像画 血脉觉醒了家人们 真的是越听越上头 小伙在街头即设备唱探窗 戏腔一出引众人围观 怪不得古代的富家小姐 都喜欢跟唱戏的私奔 原来我们都错怪萧敬唐了 他可不止会唱之否 谢谢你孤孤单单 不正若虚难平归 陪着一世八年了 你不谢了 我当年许我芬芳 我对你家族难 不是我往事不团 一世八年正 好想过着红天见 大头飘迷范 可怜的往事里 灼烟还妖魂 只为我体谅 同我还妙 鱼翼句句不提二丫头 句句再唱二丫头 被苏州平坦温柔到了 一开口仿佛置身江南 福建传统的白鬼夜行 这可是东赢比不了的中国审美 审人违离 男孩街头表演鹰歌舞 蛇步行云流水 潮汕飞移中国战母 活力满满气势如虹 正所谓中国人不共扬笛 当老祖宗的乐器登上音乐节 场子都给你炸翻 果然所谓 果然所谓只打高端局 走 摄金不可是你啊 这里音乐龙门太震撼了 所那一出橘子狼都没能熬过那个夏天 橘子狼没熬过的夏天 搞错了 再来 当年诸葛亮要是在空城里谈这个 司马懿高低的纽一顿 听诸葛亮谈心 万其不一不一 我能为诸葛亮之音不是无识 怪不得白居易说皮塔行 皮塔是真的行啊 别再被外国文化洗脑了 那股天成从来不在于穿衣服的多少 那三月的风吹去冰冷 哇 天哪 他撩到我了 我就喜欢这样的 这样一看 当年的公司舞剑该有多经验 心也朵 落入世界时的花 被人断肠 多执着 今后最让人遗忘